Leo聊世紀天天更新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來看 凶人對上打打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這場比賽是兩位雙世界冠軍 這場比賽一定會相當精彩 而且文明都是游牧文明 凶人跟打打人是游牧民族的文明 並不是說游牧地圖的文明 我們先來看一下Viper選擇的文明是凶人 凶人的特色開局剪100木頭 但是房子是不需要蓋的 開局上限就是200人口 非常的舒服 凶人的打法比較偏向圍繞在於 騎兵跟馬功路線 他的馬功城堡時代開始就有9折 定用時代是8折 游牧路線是屬於正常路線 而且擁有大落馬 凶人他不需要蓋房子的關係 所以可以省下非常多的木頭去撒農田 凶人的打法也可以轉後期的槍兵去防止 駱駝的壓制 所以整體來說 凶人都有反制對方的方法 那比較弱的地方是 他的建築科技是比較悲劇的 佛炮塔、大神劍塔、躲牆 或是這個什麼 劍俠草 都沒有 甚至連圍牆也沒有 所以凶人還是打這個游牧激動 會更適合這個文明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Hera選擇的文明是達達人 達達人的特色呢 是他的吃養的這個時間呢 馴養的動物 可以再吃了再更久一點 所以在前期呢 肉通常會比對手多很多 那通常可以前期打棒棒 或是肉馬開局 都是可以屬於達達人的一個 適合開局方法 那麼達達人呢 他擁有免費的拇指環 跟安息人戰術 這也就意味著 他是馬攻成形速度最快的文明 那達達人呢 他的單位高打地的時候 又有這個傷害增加的效果 比原本的高打地 再更痛一些 所以達達人是很適合 玩馬攻的人去玩 前中後期都有一種 都有一些不錯的經濟優勢 而且這個節奏也是相當舒服的 那我覺得達達人更重要的事情 是他帝王時代 有這個重裝駱駝 就是遇到大量的遊俠 也不一定要轉槍兵出來 雖然他的槍兵是有級兵的 但是沒有三級 步兵鎧甲 甚至連二級 都沒有 但是身為一個槍兵來說 有這個大升級是最重要的 這樣可以反制對方 駱駝或是遊俠的壓制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兩邊的地圖 那HERA這一邊 也是馬攻文明 VIPER其實也是馬攻文明 雙馬攻文明對決 兩邊都可以走騎兵路線 這場比賽 比較有看點是 前期的兩邊 造化 這個要不要打快攻阿 或是棒棒開局 這都是蠻重要的 那我個人認為 兇人對上打打的時候 打打人更有主動權 因為他的這個高打低 而且阿拉伯的這個高低處 特別多 所以打打人一旦 戰場在敵人架的時候 他的優勢就非常巨大 就算撤退喔 也可以很好 赫止對手 繼續進攻喔 好 現在VIPER最大的優點呢 就是他不需要蓋房子而已 而且經濟上來說 是會輸給打打人 尤其是在前期的部分 畢竟前期的部分 打打人的吃羊效果 可以讓他吃七七四十九天 這個羊吃到快要 大概吃到15分鐘 20分鐘左右 才快要可以把這個羊吃完 如果吃的慢一點的話 如果吃快一點 大概12分鐘 14分鐘左右 還是可以繼續吃的 好 那我們來看到馬舟這邊補下了 好 那這裡是沒有斷羊喔 是要走肉馬路線 所以斷羊 那這邊是點了一級伐木 VIPER這邊鋼絲上去 點了一級伐木 VIPER這邊是沒有點 沒有偷織布 那HERA這邊則是 偷了一下織布 欸是偷織布嗎 剛剛好像沒有看 太看到 好 雖然VIPER稍微慢升了一點 好 肉馬出來 應該是偷了織布沒錯 肉馬出來 兩字已經在前面了 VIPER這邊 肉馬出來 那最近大家在說 VIPER回來天梯 好像一直在輸的狀況 那我覺得很大的原因 可能是因為他去玩神話世紀 那神話世紀呢 這個玩法跟世紀立國 真的是有點不太一樣 所以有些熟悉度 可能會有點忘記 而且再加上VIPER的手受傷 所以難免會影響到他在世紀立國2的一個表現 但我覺得VIPER他算是一個很快就可以回到正況的一位玩家 因為他之前在練世紀立國4代跟2代同時練的時候 他也出現同樣的問題 天梯也是一直輸 結果大概花一兩個月之後 他又重回世界冠軍的這個頭血了 好記得當年 那一年是Valens打贏YO 獲得了當年的世界冠軍的頭血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是7隻肉馬 對上HERA的7隻肉馬 VIPER這邊是要為支援點 然後把家裡給圍死 那達達人HERA這邊已經開始種田了 好已經來到了6片田 好這裡要小心 OK 果汁繼續吃 好肉馬衝進來了 這波HERA沒有為死 有機會 但不多 正面高打低 打爆 肉馬繼續上 這裡要直接硬吃了 哇 HERA這一波打得很漂亮 雖然死了兩村 第三村能夠拿下嗎 可以 拿下三村之後 這一波肉馬 算是五五開 而HERA這邊則是送掉了自己的所有肉馬 我們來看一下HERA是怎麼把自己的兵給送掉的 好我們回頭看一下 剛剛 後面有一波打鬥 好看一下這波肉馬加槍兵 VIPER在這邊 然後 這時候VIPER在打這些槍兵 正面的HERA肉馬沒有空 直接一頭撞上了槍兵的身上 但是第一時間還是有把槍兵給點掉 但是剩下肉馬血量實在太多打不贏 而且又是平地在打 哇 剛剛開始我們才說 達達人 有這個地圖的主動權 結果都在平地跟人家打完了 反正就沒有主動權 那就要醒的有點被動囉 兵送的差不多 那HERA開局又送了三村 所以現在經濟來說 會慢慢的轉向VIPER這邊 會好一點齁 好這裡又補了一個馬座 VIPER這一波應該是要打強軍事 不然在這個時間點補第二個馬座相當不正常 很不正常 很不正常 他可能想要在封劍就打死HERA 那HERA已經轉工兵 加里為死 轉槍兵 不走肉馬 那這邊經濟調配 農田大概再補個一兩片 就差不多 那就要帶回來升時代 那現在對於HERA最好的做法 就是不出門 忍生時代 然後用工兵防守加里 那VIPER這邊是可以考慮 拉一隻村民來蓋一下箭塔 控一下他的主金 這是一個很好的反制方法 但是由於我們是上帝視角 所以我們可以第一手知道這個消息 但是VIPER並不知道 好看到你轉工兵 走進來 撞進去 HERA有點炸裂 不是HERA VIPER 這個肉馬的血量掉了有點多 這些肉馬應該是做不到事情了 直接高達低回頭打死 我們再過來 再抓個一村 可以嗎 殘血的往後溜走 OK 所以拿下4村 但是送了4匹馬 算是有點小虧的 但沒有關係 VIPER這邊三十代 還是依舊領先狀態 農田來到了24片田 這個田真是太多 這就是兇人的不蓋房子的優點 但相對來說 防守也是比較是一大考驗 一定要用更多的軍事 讓對方無法出門 這樣子兇人 就不太需要去詐欺防守的問題 用更多的軍力去防守就可以了 好所以VIPER這邊補到了三個馬 這裡要先點城堡時代 繼續噴馬 這裡這麼多田 就是要繼續噴馬 沒有其他的 就是噴馬就對了 那這邊一攻一防 大會還是要先補下 所以冰空場 還是要先下一下 好這邊已經有下了 好繼續噴馬喔 兩個馬就正在運作當中 好三個馬就運作 好繼續撒田 VIPER要一波清騎兵 控死HERA了嗎 HERA現在不敢出門 至少要等到城堡時代奴兵升級上去 才有出門的資格 現在只要一出門 可能就要直接GG了 那這也是蠻多新手會犯的錯誤喔 就覺得說欸我自己冰箱那麼多 先出門就對了 不等時代 那就很危險了齁 好但是HERA這邊還是要出門嗎 那我覺得應該是暫時出去喔 應該不會直接往前衝 好這邊看到牆壁了 偵察到了 哇這15隻貢兵量有點多 VIPER這邊上去 打個幾下 好一出門 稍微被壓制回去 VIPER肉馬數量不夠多 三世代來說是VIPER領先 VIPER可以不需要那麼急躁 好那現在一出門之後 HERA可以用自己的高打低優勢 拿到這個傷害加成 好 但三世代是VIPER先喔 你要確定喔 要是你現在出門的話 可能待會七奇兵變身 加二級馬凱 這坨弩兵就要被收光了 還是先回家吧 人家三世代了 走了走了走了 這個不能開玩笑 會出事會出事 這個只要一送掉這坨兵 HERA就要GG了 所以他千萬不能送掉這坨兵喔 所以才說這個兵喔 還沒升級好奴兵之前 卻最好是不要出門 連世界冠軍出門到一半 都想回家了 你都已經劣勢的情況下 十人時代通常也是輸的 所以通常這時候出門是很危險 好但這裡有個高低 可以暫時守住 打打高打低還是很好 而且這裡是那城堡時代 已經有拇指環的效果了 打一半的工兵攻擊速度也很快 好那現在千奇兵也升級上去 騎士奴炮 兇人偏軍是打法 但是還是有苦了一個城鎮中心 HERA則是等下了二級伐木之後 轉出了馬弓 OK打打馬弓相當好 而且防禦不錯 結果這邊HERA失誤 沒有把這個洞補起來 完了 這一波 這一波 HERA家裡亂套 但是這一坨奴兵一定要打到點東西 進來這一坨 村民 一定要被砍的話還要收村 那這裡至少要抓幾隻村民 奴炮直接被點掉 HERA打得漂亮 第二村第三村第四村 哇這個是拇指環的威力嗎 高速射爆 MIPER的村民 MIPER現在還不知道家裡已經BBQ 現在已經被射掉了非常多村 這裡有一隻少量的村民一直被走出來被點 MIPER雖然有收村喔 但是他並沒有把這些村民喔 細緻去收村喔 所以一直被點掉啊 哇他可能覺得收村就沒事了 結果還是被BBQ 哇直接被點掉了十村左右 八村啊八村 HERA是十村 兩邊都是經過了第一波交戰之後 MIPER要趕快用這波弱馬 去擋下這一坨公兵 哇又被抓了一村 再一村有機會嗎 奴炮串燒 再串一下 弱馬過來做個包夾 好槍兵在右邊 看一下有沒有弱馬過來 但是MIPER是回到了家裡 直接從正面要包抄 這一波要衝了 奴兵開始拉打 好這波血量變化 看一下 這一波奴兵的數量 血量都是半殘的 被奴炮poke到血量無法成型 這一波弱馬直接往前A 但是這邊進入了高打低的優勢 但這邊優勢快要沒有了 攻兵數量完全不夠 直接被弱馬吃光 OK MIPER成功守住了這一波的 強行軍 但是強行軍阿 直接走到你家門口 好那現在馬弓這裡是 來到了六隻 MIPER繼續點下了騎士 騎士的部分 繼續往前走 那現在 騎兵的攻擊力 先不點 先穩住一下騎士的數量 好繼續往前走 能不能抓到一點呢 好這裡再抓一下 後方 這裡 有彈道學 很準 這裡有個細節 六隻馬弓 就可以秒殺一隻村民 而且有彈道學喔 所以這個集火打得好 一發一隻村 OK的 好 好那現在點下了品種 品種也點了 他大人現在慢慢成行 點下了跑速之後 品種也點了 再來一村 欸有點打歪 這邊打得有點歪 他還是順利收掉了三村 好繼續追繼續追 等一下 拉打高達第一很痛 馬弓傷害非常舒服 打達人直接 射穿了viper 這個 的騎士 有二級馬鎧 也擋不住 打達人的高打滴 這隻就是 馬弓之鬼 這隻就是 這個馬弓 高打滴 很難受 viper現在一直用 騎士 去偵查 看能不能抓到村民 這裏有機會 viper再往前走個幾步 就可以看到有人在蓋城鎮中心 左邊 在這邊 Hero看到有一隻獅子 回頭打了一下獅子 馬弓抓到了騎士 完蛋 這兩隻騎士 V陣 躲一下 再躲一下 再躲一下 OK 搞定 好 弓包在後面 砍了一下馬弓 拉走殘血 待會要補個修道院 好 這兩隻騎士 應該可以搞定這四隻馬弓 問題是 這裡的馬弓數量 越來越多 vip的壓力 越來越大 雖然暫時 可以用弓炮 稍微擋下這些馬弓的問題 但是問題是 打不太到 雖然還是有蹭到傷害 但是也是 追不到是最大的問題 追不到追不到 好 弓炮實量 來到了將近 快要十台 九台了 達大人 遇到這種大量弓炮的情況 通常只能轉頭十車了 好 轉頭車直接跟對方硬尻 不然就是要轉騎士 兩種選項而已 但走騎士路線的話 不一定會有效果 好 欸這是打大人 欸Hira這邊是轉騎士喔 欸他哪來的馬臼 他馬臼在後面嗎 好 在這裡 兩個馬臼 好 騎士來著急嗎 頭車沒有照 怎麼跑過來了 哇 找到村民 再來一發 收村 泡放出來 開始追殺 生侶照翔三隻 這三隻生侶壓力給的很大 能不能把生侶拉過來呢 還在著想喔 Viper這波 有點危險 會被招走 但是為了想要串生侶 被犧牲了兩隻騎士 這波Hira小賺 後面的馬弓 直接撞到奴炮跟頭車臉上 損失掉了一些馬弓數量 好 現在Viper 軍事非常強大 騎士加奴炮 但是頭車現在數量有點少 Hira還在努力的 希望可以攔截一些工程器到前線 這裡至少要有三台投石車 才可以給到Hira相當大的壓力 但是現在也是足夠大了 只是拆的比較慢一點而已 但是可以修 好 慢慢修 關台的話 投石車基本上是修不太回來了 而且還是高打低 好 這一波奴炮就去串 騎士奴炮 要衝了 奴炮先串燒 最好是先點馬弓 馬弓 頭車砸一下 砸歪 後面的奴炮過來 再砸了一發 砸到了一些 這一波奇迷士正面輸出 打掉了非常多的騎士傷害 但Hira很厲害 把所有的奴炮全部收掉了 後面這台拖石車 也有可能要被拿下 這一波Hira算是賺到了 好 不虧 這一波交換來說 viper 已經 陷入落後了 這個 三人再招一下 正面馬弓在拉打 上高地 好 上高地反擊 這一波 viper已經打不贏 但臨走之前還是想換一些單位 哇 世界冠金的 復打 好兇好兇 viper已經點下了二級伐木 現在 第四個馬就補下了 但是viper的問題是 如果再繼續打騎士下去 後期的黃金可能會不太夠用 或許要嘗試轉一些戰毛兵 是需要考慮的 但是如果現在轉戰毛兵的話 問題就是 沒有辦法繼續穩定產出這麼多的騎士 肉類現在要慢慢穩定起來 先繼續走騎士路線 現在viper還不想要喪失主動拳 轉戰毛就意味著一定要防守 進攻沒有太多的殺傷力 好 這裡被打掉了一隻僧侶 viper開始難受了 打打人後期會比凶人更難慘 好 這裡馬空繼續按 騎士扛線 騎士後面溜一波 терra轉出了第四個城市動心 好 這裡直接有城門擋住 不讓人進來 好 點掉兩隻 這隻騎士死去 這裡再溜過來 herra這邊是完全防守狀況 拉了一堆僧侶 把這些殘血的兵都補好了血 哎喲 這裡又走過來 想要走出去 走不出去 viper難受 想要打破城門 但後面的馬弓已經在輸出 這一波騎士可能要送光了 回頭打一下村民 既然都已經虧了 這就是HERA 手速真的很快 以前MIPER用的招 HERA全部都學起來了 高速為加 既然來了就不要走了 這裡還是有刀槍到 燈旅 招了好多隻 VIPER現在越打越劣勢 吐了 不轉馬弓 不轉戰毛兵真的不行了 這裡靠騎士真的擋不住 馬弓數量已經成形到了18隻 再上去25隻30隻 騎士完全擋不住 尤其是高打低 甚至可以一發一隻騎士 現在VIPER繼續大撒幣 按了騎士 但是黃金現在被控 上一人挖金 沒有辦法 扛不住 馬弓現在開始拉打 哇 這裡難受難受 哇看這個高打低的傷害 太扯了 這就是打打高打低 好 最後的四隻騎士 全部持續 騎士直接往前衝 抓掉了一隻生女 解掉了VIPER的所有正面部隊 我們恭喜HERA拿下比賽的勝利 哇 VIPER真的是從 這個四季神話回來之後 有當初再打四代跟二代那種感覺 就有點不太適應二代的這些操作 跟一些細節 不過我覺得VIPER也沒什麼打太錯的東西 他的打法也是相當正常的應對 只是他的對手是世界最強的玩家 HERA 所以他的一些戰術 可能也被HERA摸得太清楚了 畢竟他們現在也是隊友 都是具有戰隊的人 但這個打法最大問題就是 沒有配戰毛兵的話 這個黃金銷量還是太大了 純騎士的路線 可能就只能打前期了 前期打不下 後期就真的只能G了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見